公安部与国际刑警组织有密切的来往 我们在1984年恢复了国际刑警的成员国的地位 从此以后国际刑警组织和我们有密切的往来 我们在国际刑警组织派驻了两到三名的警官 当然还包括香港的一些警官 我们中国叫假冒伪劣产品 是中国政府现在十分关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全力以赴 希望国际刑警组织经常到我们家来办这样的学期 因为你带来了各国的专家 带来了各国打击这方面的犯罪活动的一些经验 因为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 它很多地方和目前的西方的一些国家的 有不同的情况 因为这里头有历史关系 有我们的这些中国有人口众多的人 还有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讲 因为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 在发展当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这样的问题不去打击 不去维护将来成了大面积的犯罪的话 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有危害 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西方人或者是外国人都这样说的 叫做世界工厂 所以它的这个产量能力是很高的 如果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的名誉 对知识产生 如果不重视的话 这个假冒 伪劣商品 泛滥到全世界 对中国来说 对中国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 希望回去给 Noble秘书党转发 希望多派一些这样的专家 给我们的各个基层 各个打击这方面的官员 一个是传授经验 一个是传授他们的一些工作的方式 同时带来一些新的方法和观念 我想对我们今后打击这方面 以及和国际刑警局和世界190个国家的密切合作 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相信这个学习班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